巅峰时期的TVP塑造了许多经典的职场女性 从刑事真集档案中的记者高洁 到见证实录中的法医孽宝贤 再到妙手人心中的急诊室医生唐子里 她们无一不是独立智慧能独当一面的精英女子们 但让馆长印象最为深刻的 还是法证先锋中的莫书源 工作上 她是雷厉风行的法证部科学见证主任 生活中 她在遭到爱人背叛时 虽然难过 但也会潇洒离开绝不回头 剧中郭绍云饰演的莫书源一头干练的短发 加上即便如今看来也是教科书籍的传达 很难想象这样的大女主人设 在当年的TVP才仅仅是个配角 入行多年 郭绍云虽然演技备受认可 但却苦熬二十年 才在爱回家中做到女医的位置 其所饰演的角色 要么干练职业 要么刁蛮任性 如《大闹广昌龙》中 泼辣的菜饭古美英 杨贵妃中心思深沉的舞会妃 以及锦绣业园中的读者薛晓晓 因此她也被丰沛TVP御用恶女 对于这个称号 她不仅没有反感 反而显然接受 1992年参选港姐的郭绍云 在那个神仙打架的年代里三甲步入 但她却是那一年港姐中 演艺事业发展最好的一位 冠军卢淑仪因比赛结识了 未来老公李克勤 于是弹出娱乐圈 专心作弦内助 亚军刘英灵和季军张雪玲 也并未在圈内发展 反而是郭绍云在进入TVB后 凭借在《真情》中 饰演雕满的李多鑫 打开了知名度 随后的几部《法证先锋》 《朱光宝器》 《爱回家》等聚集 更是让她躋身实力派演员 虽然容貌演技都不差 但在TVB的29年间 郭绍云却仅仅三次听应 《万千兴辉》最佳女配角 因此也有声音 认为TVB欠她一个奖杯 她自己也直言 说不想获奖是假的 有了这个奖的话 我会更加开心去做 我会更加有一个动力去做 但是由于我都实在是 挺喜欢做戏 那就跟自己讲 没有 都是一个你继续做好的动力 其实 郭绍云的性格有多好 在讲门人这档 以恶搞著称的节目中 他即便是被 把嗨了的重阵 从高处扔下也没有生气 这个也放手 在主持人为节目效果而言语冒犯 故意让他输掉游戏时 他也从未掉脸 还微笑着配合 郭绍云入土为安 我敢会入土为安 郭绍云入土为安 不过他也会找机会反击 比如趁着问答换解 大方吐槽曾经参加增志为做的一档节目 并称他为胡良主持 节目中他还大爆料自己最辛苦的一次拍戏经历是跟三界师弟罗嘉良的一场粉戏 最后还不忘自我调侃 罗嘉良也许是因为这件事才离开TVB的 在赫林家栋玩猜测游戏时为赢得更多分数他也是不顾形象地跪在地上进行解说 在这个楼上面我很喜欢 我的兴趣来的 快快车 不是 有意外 炒车 第二个是对了 炒我 什么车 撞车 是 讲门人中的他可以说是圈粉无数 干净直爽且不拘小节的性格 与其在《法城先锋》中所饰演的莫书远如出一辙 所以才能将这一角色诠释着注目三分 如果杨颖能像他一样放开 一定能够重回巅峰 也正是这样乐观的性格让他面对生活中的困难是更加坚强 郭少云身上只有两个黑点 一个是一二年开车撞倒老人 一个便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人人喊打的第三者 2012年9月4日 郭少云驾驶私家车 在延安街落泄行驶池延安街交界时逆线行驶 撞倒一名正在过马路的老妇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